逆境中還能求生存嗎? 當然可以 這四檔五千大盤的股票 你一定要知道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PayGoGo 我是空空飛沿Cindy 我是機長瑋銘 欸機長 今年台股不斷面臨破底的逆境 這種時候你覺得還可以賺錢嗎? 當然可以啊 就看你有沒有用對方法而已 我常常說啦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欸其實我發現 大盤在底部還在足底的狀態 很多利空不疊的產業開始輪流落底咧 有一些個股其實都領先大盤往上走欸 唉唷 那你有沒有發現什麼產業比較強勢一點呢? 當然有啊 我覺得像是面板 ABF載板 記憶體 還有驅動IC 這些都算盤面中相對強勢的族群對不對? 唉唷不錯喔 你有在看盤喔 那我今天也是要講一些你提到的這些族群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先飛金豪科跟南亞科 美國擴大對中國半導體的管制 外界認為會大幅限制中國D-RAM的未來發展 台產也會因此受惠啦 那南亞科有沒有機會成為記憶體族群的先鋒呢? 進來聽我分析就知道啦 在兩個禮拜以前 美國忽然宣布了新的晶片禁令 那除了原本的邏輯IC以外 記憶體IC也是在這次的制裁範圍裡面 那麼在D-RAM的部分會限制 18奈米製程以下的設備 如果你要進口 你必須要先經過美國商務部的審查 你才能進口 那麼這個政策除了會大幅限制 還有我們說的延後中國D-RAM 未來的發展速度以外 那除了長江儲存 還有沒有誰受到影響? 有啊 韓國的SK海力士 因為他們位在無錫 也有一座D-RAM的生產廠 這一個C2廠的產能 大約佔了全球的13% 後續如果需要新增產能 所需要的這些設備 都要有個案許可證 那麼影響D-RAM報價 最直接的就是供需狀況 所以我們從三星、海力士 在中國的產能來計算的話 這次的美國禁令 大概會影響全球D-RAM的產能 接近10% 一旦供給減少 那麼報價至少可以止跌 南亞科在11號的法說會上面表示 目前下游的客戶正在去化庫存 那麼需求比較強的 還是在車用跟網通 此外D-RAM的報價 在第三季跌得非常的快 但是公司出來說 估計第四季的跌幅有機會收斂 雖然今年的第四季到明年的第一季 還是有可能面臨虧損 可是最糟糕的狀況 既然已經可以預期 那股價就有機會先落地反彈 那另外金豪科 他作為記憶體IC的設計公司 D-RAM營收佔他大約60% Netflix大概佔30% 投片成本最高的時間點 大概就是今年上半年 接下來這些成本都會慢慢的往下 所以數字會反映在未來的毛利率上面 也都有機會因為提前看到最糟糕的狀況 而先反彈 那我們看完了記憶體 下一個你看好的族群是誰啊 接下來帶你飛細創跟天域 電視面板試況出現落底訊號 驅動IC也同步走秧 短期內細創和天域的表現感覺可以期待 對啊如果你手上有的話趕快聽我來分析吧 要講面板驅動IC之前就要先講大尺寸的面板狀況 隨著前陣子群創跟友達減資 再加上出貨的方向已經說了 面板低於現金價的不出 所以面板的遠期報價雖然還沒有開始大幅回升 可是至少已經開始止穩不再崩跌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提醒大家 雖然面板的價格沒有再續跌 但是你只能解讀成利空壓力減輕 而不能說是產業的循環已經反轉 實際上面目前的終端需求還是相對的比較疲弱 你想要看到面板業重返像是2021年的盛況 幾乎是不可能 那麼講完了面板產業的狀況之後 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 鴻海旗下的面板驅動IC場天域 從9月的營收來看已經連續6個月衰退 而且第三季的營收掉了兩成 公司對於第四季的看法也是偏向保守 但是天域在這波修正中 其實算是反應比較快速的 公司的庫存相對於其他同業來講的話 有控制的比較好一點 這也讓天域更有機會在面板驅動IC產業裡面 止跌反彈 再來我們看一下8016的矽創 矽創雖然也是在做驅動IC 但是它主要是在做小尺寸面板的驅動IC 視況一樣沒有好轉 但就像是前面說的 也沒有像以前那麼悲觀 那麼矽創的優勢在於它的產品 都是偏向高毛利的利基型產品 所以毛利率表現當然都是優於同業 在最近台股不斷破底的時候 股價也默默的足出了一個小底部 就看能不能站穩季線以後表現一波 不過我看你在Line上面說 利空還沒有出鏡 聯準會升三碼 會成為台股持續破底的新利空 對啊我希望大家隨時都可以保持風險意識 那你提醒大家不要隨便去拆底部 如果你不知道破底以後要怎麼操作的話 記得一定要鎖定我們的群組喔 那今天的秘密星球要帶我們去哪裡呢 跟我唱飛碟吧 今天的秘密星球 股價從高點修正下來一口氣修正超過70% 也就是股價直接打三折 最主要是因為終端需求實在太弱 那公司認為Q4的狀況就是持平 在明年Q1則有望開始回穩 先跌的先反彈就是近期的市場邏輯 歡迎投資朋友把這張股票收進自己的觀察清單中 我後來發現你現在都很懶 怎樣 你以前會有幾張圖叫我放 譬如說他的產業多少%多少%做什麼的 然後你近期這幾個月你都沒有這麼高興 對耶 你說這樣我要怎麼製播呢 對耶 然後這個可以補啊 做多的我可以講 這個可以補一下 可以啊我就補他那個產品的營收結構 對啊 好啊 好等一下就要給我做這件事 好啊 不然呢 不是啊 不然我就放了你錄影就好啦 我不用加那麼東西耶 我這邊就好什麼都不用加 OK季老師講完了拍手 拍手 不是你要想自然不是講空 講空你放那個東西 你給人家講的是要幹嘛 喔因為他這個營收很多 這個營收很多 所以我要講空 那現在需要 現在需要啦做多個而已啦 好的好的 合理啦 想要知道秘密星球是什麼嗎 趕快點影片希望用的連結 加油即將的LINE和Tiger 搜取秘密星球 想要問股票相關問題 也可以在群組裡面提問 機長都會馬上回覆你喔 他配GOGO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來 pou一 conte 待運 aus 保游 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